locomo podcast 咦弗 嗨 歡迎收看大偉的頻道 這次呢 我趕快拍這支影片 其實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有一個 一個重要的事情 想要跟大家宣tal 大家都知道 我是在環保局任職 然後我因為 因為前兩三天工作的關係 造成我的手部受傷 在這邊 那我先講一下好了當時的狀況 是要去收那個 早上清晨的時候 就是我們其他的同仁 經濟的路面等等等 然後所收集起來的垃圾 因為它很重 所以我必須要用我手部的力量去把它往上推 結果在我推的當下 它那個尖銳的物品就從袋子裡面刺出來 然後刺出來當下的話 造成我手部的這個皮跟肉 就已經是 就是完全是被切開來 那當時我看到它的情況是 它的皮整個是翹起來 然後這個 就等於是中間是空空的這樣子 然後 其實就一直流 那磁傷我的東西它其實是一個 就是 破碎的這個馬桶這個磁鑽 那當下的處理方式是 因為我們受傷之後馬上就會 通報上級的部分 然後上級就會直接派人來 它是當時派兩個人 一個人是直接接替我的工作的位置 那這個勤務可以順利的 就是 把它執行完成 那另外一個同仁的話它是 就是 把我載去醫院做經濟的處理 就是 就是他們當時側掌是 我的傷口大概是 4.5公分長 當時也縫了6針 這個預估大概可能都要休息 一兩個月的時間 當然對我造成的損失是 就是 身體上的傷害 那當然也是需要休息腹的 然後接下來我要宣導的部分是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因為我們通常氣結隊都會去 就是收大家所謂的 廢棄物這個部分 那廢棄物通常有幾樣東西是 非常危險的 比如說 碎玻璃 然後 破碎的石磚 或是 或是我們有些家具 可能上面會有 布滿很多 所謂的釘子 這種東西 那我覺得這種東西都要特別小心 而且在處理的時候都要特別的注意 當然的話 我們的處理方式有很多種 那正常來講的話 如果是 比如說我們的 馬桶 洗手台 浴缸等等 都是屬於比較大型的 這種 磁磚 或是我們有那種 搭配你的玻璃 或是一些大型的棒子 比如說你的櫃子 書座等等 他們都是可能會有釘子等等的 是建議大家可以直接 透過正常的管道 比如說 你可以直接打 你當地的環保軍的電話 你可以上網去查 那網路上面都有 然後 或是直接打 1999市民電話 那 當然如果有些 小東西的話 比如說 它是一點點這種碎玻璃 你可以直接用 氣泡紙 或是用一些抱紙 包厚一點 把它包起來 那至少我們可以 就是 減少 這個 手運的過程中 受傷的這個部分 就是 其實我當時戴的手套 它是具備有 這個 防鴿式的功能 那我覺得它本身也算 是安全 在我們操作上來說 它也算是蠻好的 實用的 我真的要奉勸 很多民眾 或是 甚至是商家 我覺得 真的要特別小心這個東西 因為真的有太多人 因為 你們這樣的行為 然後 就是受傷 所以在處理這個 廢棄物的時候 千萬不要把它 就是 隨便的丟到 新的垃圾桶旁邊 或者是把它丟到 什麼巷子孔 路燈底下 或是 便電箱的後面 甚至把它 直接把它丟到塑膠袋裡面 丟到路邊這樣子 其實基本上 我們會受傷 是因為我們看不到 我們沒辦法預防 所以才會受傷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 抱持這種 僥倖的心態 就是 我抱起來看不到 丟掉就好 千萬不是 因為真的太多人受傷 所以我真的要拍這個影片 來宣導一下大家 就是 廢棄物的處理 這個部分 OK 那我今天影片 就到這邊 那 如果你們覺得這個很重要的話 就是麻煩幫我轉船 OK 那就這樣吧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